是的 立法會選舉 投票是早上7時半已經開始了 韓傳在九龍西的麗角村票站 韓傳 屋邨的票站早上一般都會比較多人 你那裏的情況又是否真的比較多人投票呢 鄉文 我現在身處在九龍西的選區 麗角村這個社區會堂的票站 其實現在開始了投票都只割半個小時 來投票的人暫時都是幾十人左右 就不算太多的 這區呢 因為選區都是老人家比較多 來投票的大部份都是老人家來的 而最早來投票等來投票的老人家 都是7點2已經來到的了 在未開票站之前 其實已經有十幾人派著隊等進去投票的了 我們剛才都問過一些選民 知不知道今年就有一個一人兩票的事 他們其實都知道的 還有他們說其實投票的情況都不是太久的 其實之前選管會都說過 預告一些選民其實可能投票的時間會長了 但他們都覺得其實時間都不是太長的 那我們不如聽下那些選民怎麽說 我知 因為有一個超級 就一個直區直選的 就每人有兩張票 一張票頭超級 一張票頭本區直選的 他們有兩張票嘛 又不同顏色 那你就認為誰就吸誰了 沒有問題的 再說回九龍西這個選區 今年都維持五個議席 有九張名單欠五個議席 其實我們現在都認為 這一區的選情可能會悶一點點 我們再跟進這一區的最新情況 將時間先交給新聞報 謝謝韓全 今屆立法會議席由六十席加到七十席 其中五個新增的議席 是俗稱超級區議會的 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議席 全港三百多萬名選民 由早7點半開始可以投票到晚上10點半 兩出席的報導 全港549個票站 由早7點半到晚上10點半 會開放給市民投票 346萬名選民帶著身份證 就可以去到所屬票站履行公民責任 和以往不同 今屆選舉所有選民都有兩票 每張票給一個人 不屬於任何傳統功能組別的 322萬名選民 會加入新增的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即是俗稱的超級議席 可以在七名候選人當中 選一位入立法會 這個界別會產生五個議席 地區席選亦都增加了五席 五個區的67張名單 會有35人進新議會 競爭最激烈的是新界東 19張名單競逐九個議席 為免選民搞亂手上的兩張選票 今年的選票會分不同顏色 選票頂有藍色邊的一張 是地區直選的選票 有白色邊的一張 就是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選民在每張選票 只能夠吸一個人 多過一個人就會變成廢票 完成後背面是藍色的選票 要放入藍色的票箱 背面白色的選票就投入白色的票箱 至於傳統功能界別 選票背面是紅色的 選民要將這張選票放入紅色的票箱 28個功能界別當中 有14個界別合共16個議員已經自動當選 即是只有14個界別今天要選出代表 點票預計要到星期一的中午才完成 70個議員10月開始會在議會服務4年 Nafo Manis 記者 梁 Chaki 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